委員怎麼看喔 因為陳時中接受平面媒體專訪說啦 他認為說您的領導經驗不足 然後他說因為您只有待過所謂的未還委員會 他說應該所有委員會都待過 再來選市長會比較恰當 我想陳忠喔 他的領導能力 還有他個人的判斷力喔 才是真的有非常大的問題喔 我們看到他推出免治馬桶政見的影片 還有包括他吃滷肉飯 還要用倒的圖喔 所以我想這些喔 基本上大家都看得出來 而且在過去兩年的防疫 我想他就是一個被操控的傀儡 不管是在採購相關的物資 阻擋疫苗護航高端 他自己個人以及背後操控他的黑手 我想今天還要來介入台北市嗎 我想這些民眾都看得太清楚 實際也都站出來 還原當時整個採購的過程 結果只因為跟民進黨的意見不同 就被謾罵 被攻擊 被羞辱 我想這些民眾不只感到心痛 也覺得這樣的社會真的生病 昨天陳志忠氣哺哺的說 一樣是笑的 疫苗越早進來對他越有利 所以他不可能擋疫苗 你可以接受嗎 不接受 他說他沒有擋疫苗 很多人都認為他擋疫苗的時候 難道我們所有人全部都湊了 只有他一個人就對了 陳志忠過去曾經批評過我們前衛福部的陳志忠部長 他為了這個高端要取得EUA的一個時間差 所以有可能疑似你也曾經說過 他擋了各界 不管是慈濟也好 或是說任何基金會也好 或是鴻海 他們要去購買疫苗的這樣子的一個時程 所以呢 昨天陳志忠部長呢 他做特別氣哺哺的說 以後不是笑的 他特別強調說 他絕對不可能去擋疫苗 那可是呢 他對於是 他自己的解釋是說 他是疫情最負責的人 所以疫苗越早進來 對他越有利 對防疫越好 所以他不可能擋疫苗 我想請問一下 呃... 市長 您對於他這樣子的一個澄清 你可以接受嗎 不接受 為什麼不接受 這是這樣啦 常常是這樣 他說他沒有擋疫苗 可是當開始越來 很多人都認為他擋疫苗的時候 那就這樣 難道我們所有人全部都錯了 只有他一個人是對的 對 那所以 因此在去年的五六月期間 台灣正要開始爆發的時候 可是疫苗的施打率卻不到10% 您對於這個疫苗的delay進口 來用在我們國人身上 對於日後造成疫情的一個爆發 有沒有直接的關係 有啊 這個 防止疫情爆發 在現階段除了戴口罩以外 剩下一個唯一有效就是打疫苗 是 所以你覺得他這樣子的某些的做法 的確是阻擋到台灣的防疫的一個控管嗎 沒有啦 我們是無法理解說 台灣作為世界第20大經濟體 我們在全世界經濟體排名是第20到22 我們怎麼會疫苗買輸給立陶宛 買輸給斯多伐克 人家那些國家還有買的還剩下還可以送給我們 我就無法理解 而且一開始都幾乎都是人家捐贈的 對啊 日本捐的 日本美國是世界大國 怎麼會連斯多伐克跟立陶宛都在捐我們疫苗 OK 好 那針對防疫這邊我還有另外一個問題 市長 針對台北市的疫情的一個監控 也就是說 在以我個人的受益來講 為什麼有一種疾病 雞的疾病叫星塵積溫 New Castle Disease 它的防疫計畫是444 也就是小雞出生第4天 14天跟4週28天 要做星塵積溫的疫苗注射 它是經過長期的研究監測 它的移型抗體 它的產生的抗體的衰退 而定出來的一個防疫計畫 那針對台北市 有沒有做過這樣子的一個防疫監控的抗體的監測 至少我們衛生局是沒有做的 不過這樣是這樣 既然全世界都做過 用世界的資料就可以 所以我們當時那個疫苗的 比方說第一劑跟第二劑的間隔 根本就沒有統一啊 就是有什麼 就是有疫苗來的就打 沒有疫苗就偷 所以這個我們整個打疫苗政策是完全沒有規劃 所以我才會說 吉利用 我記得在一開始做萬華的時候 在大爆發的時候 我們有做過吧 對於抗體的量 因為你對不對 萬華有做嘛 所以對於未來疫情越來越趨緩 或者變異株越來越多的情況之下 台北市是否有這樣子的一個想法或計畫 針對某些特定的群族群 比方說清潔隊員警銷 或是說老師 或是說區公所的工作人員 我們來做一次一個所謂的總共一個monitor 看我們現在的我們第一線的公務人員 他的抗體量有多少 才能決定說我們在什麼時候該補強 什麼時候該做 吉利有這個想法嗎 如果要做研究是可以啦 不過這個涉及 因為樣品量數量要相當大 所以真的要找那些醫學人來做特別做研究 不過一般來講 我現在是退到最後一線 直接看那個每天住院人數 反正因為你有症狀一定要來住院 所以我們監測那個住院人數 做最後一波的防守 最後的一線的防守 是 當然市長 我們也希望這疫情能夠逐漸趨緩 但是如果又有這樣要抓起來的一個總共 我希望我們台北市能夠做全台灣的一個表率 好不好 好 先來了解我們到底 我們的市民的抵抗力到底在哪裡 破口在哪裡 缺準在哪裡 來做適當的一些疫苗的一些補充 那說我在當年 我幫我幫你討論 這個我這次最多的 我講那麼多 這樣就知道 民與官鬥的話呢 再怎麼鬥也鬥不過 陳時中說我瘋了嗎 陳時中你沒瘋 你腦筋清楚得好 因為政府那時候進不來 如果說民間買得到 那不是證明政府很無能嗎 那是不願意讓你進來啊 這些人呢 想的都是政治 可惡就在這裡 不把人民當人民 想著他自己的政治利益 政府為什麼這麼獨厚高端 後外他倒已經反常了 愛知世主與孩子 中間到底什麼貓膩 怎麼會這樣呢 有人就把這個去年的疫苗採購 時序全部列出來 我就看到那個當初郭董 說買疫苗 講說指揮中心說沒有原廠授權 慈濟當中也被講沒有原廠授權 結果這兩個人跟蔡總統見面 視訊之後 通通都通過了 那這不是 就被講說這不是打疫苗是什麼呢 難道蔡總統就可以給他們原廠授權嗎 而且當初國外 像美國日本捐的時候 他們也沒被要求 嗯 那故意找麻煩啦 這個民與官鬥的話呢 再怎麼鬥也鬥不過 所以常常講說 民不與官鬥嘛 鬥也鬥不過 這個最好的例子 那像慈濟啊 郭董 都是已經算是 很有聲望的 要跟政府鬥的鬥不過 何況一般的聲鬥小民 那 當然他們之所以刁難 他是有原因的了 陳時中說我封了嗎 陳時中你沒封 但是呢你腦筋清楚得很 因為政府那時候進不來嘛 政府買不到 那如果說民間買得到 那不是政府證明政府很無能嗎 所以他就不願意讓你進來啊 你進來就表示他不行嘛 那你怎麼可以進來呢 就是說這種東西就是 我進不來我也不准你進來嘛 那這是一種 那另外除了這個以外 另外就是意識形態嘛 因為他密口咬定那個上海復興是 是怎麼總經銷總代理 所以呢就就去抹紅 抹黑這個BNT說什麼是大陸做的啦 大陸分裝的啦 什麼一堆反正都是中國大陸的 所以呢因為中國大陸我們不能要嘛 所以也不給你進來 所以他各種理由 那為什麼找到蔡英文就可以呢 第一個 你蔡英文再不行就很難堪了嘛 老百姓這個怨氣就會 就會從陳時中轉到蔡英文身上嘛 對不對 你為什麼不讓他進來 所以那長到蔡英文這招很聰明啊 這等於是將軍蔡英文嘛 那你蔡英文只有兩個選擇 一個是准他進來 第二個是呢不准但是被罵得臭頭 所以蔡英文也是聰明 沒有一個笨蛋 蔡英文就好那 表示你看我讓你們進來的 功勞是我的 變成這樣子 所以人家花了那麼多錢 對不對 每個人捐五百萬劑 就差不多等於是五十億啊 然後呢 最後呢 因為我蔡英文准你進來 所以這些人呢 想的都是政治啦 可惡就在這裡 不把人民當人民 想的就是他自己的政治利益 然後呢 政治利益大於台灣的利益 大於人民的利益 很可惡的 是 那我想請教有關 我們最近看到這個 清冠1號現在被限縮公費對象 被罵完之後又轉完嘛 那對於說高端這二十億啊 通通都丟 看起來是丟到水裡去了 那現在清冠早早就限縮公費對象 難道又被質疑就說又要獨厚高端嗎 我一直不解喔 政府為什麼這麼獨厚高端 國產疫苗大家都支持嘛 像我們每年打流感疫苗 常常打國光的 沒什麼不行啊 但你高端手續沒有完成嘛 三期都沒做 你就這個集集要推出來 那政府後外他倒已經 反常了就很奇怪了 你可以說我們鼓勵大家愛用國貨 鼓勵大家愛用國產的疫苗 這都可以的 但是你過頭了嘛 變成什麼從總統啊 副總統啊 行政院長啊 指揮中心啊 什麼陳時中啊 通通出來 這個拉抬高端 就是有點很奇怪了 你知道 愛知世主與愛知 他就懷疑說 這中間到底有什麼貓膩 怎麼會這樣呢 而且高端不然這樣一拉抬以後 股價你看漲了多少啊 對不對 然後市值增加了800億吧 然後股價也漲了好多倍 那政府 其實政府花了錢 買了幾十億 跟他那個股價的上漲 跟他的市值的增加 其實都已經不成比例了 也就是高端等於兩面賺錢 那就是很奇怪嘛 那到底 真的只是高端的股東有好處嗎 有沒有其他人有好處呢 那民進黨這樣大力 大力替他來宣傳 大力他拉抬 到底是為了什麼 真的只是為了國產疫苗嗎 真的只是這樣 那國產東西多了 那民進黨有這樣都去拉抬嗎 也沒啊 所以真的很奇怪 所以我覺得 這個 愛護高端已經到了不可思議的地步 那反正任何事情 反常的 違反常態的 就一定有原因嘛 一定有奇怪的事情嘛 那另外呢 這個 你說 說 說這個 新冠一號 因為你現在沒有什麼選擇耶 今天如果我們染疫苗我們怎麼辦呢 假如說我不去報 我只能自己買藥吃嘛 那買藥吃目前看起來新冠一號 大家都說有效 這是一種 好 就算我去報 我打電話給診所說我確診了 診所 你確診了 兩條線確診了 那 診所能做什麼呢 除非你是年紀很大 你有這個 以前過去有嚴重的病史 他給你 開那個Pax Lovit給你吃 那個藥是有效的 但是不太願意開給你啊 一般人拿不到那個藥 那拿不到他就開給你一般的這個 這個綜合感冒藥 那你給我綜合感冒有什麼用呢 對不對 我自己到藥房買的藥 搞不好比這個還好 我可以買最好的這個 這個 治喉嚨痛的 買最好的治咳嗽的 買最好的這個降發燒的藥 我不一定要你開給我的 綜合感冒藥 所以在這種情況之下 新冠疫苗變成他沒有選擇的選擇 那怎麼辦呢 對不對 你政府自己要想清楚啊 比如說在國外很多人是 很多國家現在是與病毒共存嘛 那與病毒共存不是像我們指揮中心 那嘴巴講一講 你看這些與病毒共存這些國家 對不對 他的口罩免費給你 疫苗免費給你打 藥物免費讓你使用 甚至對外國人都可以 還不一定要本國人 也就是說然後到處有酒精讓你消毒 就是說他這個基本的條件 都做得很好 基本的供應做得很好 他才說我與病毒共存 那我們現在通通沒有 你都與病毒共存 你怎麼個共存法呢 那不是害人嗎 真的得到病了以後怎麼辦 就自求多福嘛